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军事宝馆 这就叫苏联式的建筑 我上次去俄罗斯住一酒店就跟这一样 这是工体 你整天上工体酒吧那玩 这是五十年代工人局场 那就是很牛的建筑了 你再看下边 这是哪 华侨饭店 现在是华侨大厦了 对 它给拆掉了 这是现在的华侨大厦 当年五十年代是刚才的那个楼 对 王老师这六十年恍若隔世的 你有什么感触建这些照片 我就觉得看到这些 因为在北京待的时间久了 我每次就说 你比如说看到这些建筑的时候 都会想到后面的一些故事 就说呢 你比如像长安街 我每天都经过 一经过就觉得看一个一个楼 就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那些故事 那些记忆就像你讲的 这倒是一种享受 享受 对 你说你看长安街的这些房子 你可以说它就是一个 摆在地面上的一个建筑的博物馆 每个建筑都给你讲的一个故事 你给我们讲讲这个 华侨大厦的故事 华侨大厦我就觉得比较 是比较伤感的一个事 就是那个时候 我那会儿我记得 我那儿在读大学在北京的时候 是吧 就听出一下子说给炸了 炸了 对 就爆破拆除 就说那个房子是 是什么危险建筑的 其实我就觉得大可无必 是吧 你可以再想办法来 来加固它 实际上 就是58年59年 盖世大建筑的时候 是全国最好的工匠 最好的技术 最好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怎么建材呀等等 但是那个时候 大概还没有那种产生 这样一个保护 这种建筑的意思 嗯 像这些年的北京开始 就是说近现代的建筑要保护了 立了名单了 那么那会儿是在 是吧 它是在90年代初的时候 把它给爆破拆除了 是吧 那么那个时候还没有这样一个意思 说哦 那个十大建筑也需要保护吗 所以这一下子 这十个就不全了 只剩下九个了 嗯 保护是因为它美吗 它好吗 因为你想想 那个时候 它建认了这个新中国刚刚成立那十年的那种状态 你想啊 就是刚才咱们看一几张照片 就当年的十大标准建筑 还有什么人民大会堂 对啊 历史博物馆 天安门广场这几块啊 我就觉得台湾人 他这个 他的视角啊 会跟我们不一样 比如说那个时候 那个李敖到北京来 我就听说呀 就跟跟我们老板在天安门城楼上看 看这个天安门广场 我他就说了一句话 大国气象 哎 确实是你看看这全世界最大的这么一个 你我我觉得你你你你作为台湾人 你整天在大陆现在走南闯北的 官员你有什么观感 这个六十周年啊 那个你们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 但是其实我我参与 我也是在是九七年的时候 第一次到内地来 那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到北京来 那个感觉是 我那时候跟我一个女朋友 一起来到这里 女性朋友来到这里 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找胡同 我们就找胡同 然后去看一些那种 我们还真的是到人家胡同 然后到人那种那种大妈 坐在门口聊天织毛衣 我们说大妈我们可以进去看一看吗 我们就真的跑到人家的房子里面去看 然后我那个是我真的是12年前的一个 对北京的一个记忆 当然这后来这12年 所有的建筑如雨后春笋一般的 都一眨眼就又一栋楼 一眨眼又一栋楼 然后我上一次再去胡同的是上周的事情 因为我要去找一家餐厅 然后我还是要什么东四六条 还是什么几条几条那个 我说我要去一号 结果他带我 那个出自车司机带我去了 八十九号 也就是说我必须从这一条 走到那边 所以我也就有那个机会在晚上大概七八点的时候 就自己独自穿过那么一个小胡同 然后我就我觉得真好 我觉得老天爷安排 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再看一看 我以前印象中我去找的那些东西 现在连那种小胡同里面的那些小房子 都加上了那种 叫什么很漂亮的那种铁窗 我觉得特别奇怪 我觉得就是失去了那种很纯普的那种感觉 我昨天还看见一句话 就说这个当年1949年的时候 说共产党非常有远见 在战火当中奇迹般的保存了这个老北京 没有毁于战火嘛 对吧 但是呢 在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 老北京却给毁了大半 就这个东西真是 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啊 刚刚建国的这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刚刚建国的共产党人 或者说一般的人民群众啊 他对这个新国家新面貌 他有一个想象 有个想象 你比如说咱们印象很深 就当年毛主席 毛主席站在天文城楼上 就说我要这个全都是烟囱 对 大建设 对对对 蒸蒸欲上 对对对 是吧 你觉得当时的这种 是不是影响了咱们后来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的这种建筑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认为 就是说那个中国最需要的是要搞工业化 是吧 要能够形成一个工业体系 一个军事工业体系包括 实际上这个前 前二是文化大革命之前 是想干这么一个事情 那么他们会认为这个城市 是就是让人享受的 是吧 是那种 是都是消费人口 而我们现在需要是把城市变成一个生产的 变成 从消费城市变成一个生产城市 所以当时这么来讲 毛主席实际上在天安门城楼上还讲过一句话 他一看游行的队伍当中 这个工人阶级比较少 就跟北京市的那个第二夫妻 第二书记牛人 就说难道这个首都要搬家吗 要搬到上海去吗 所以当时就说 就是他也觉得就说 是吧 因为苏联专家来了 苏联专家来了 也说你看我们墨斯科是吧 墨斯科的这个工人阶级是20%多 而北京的工人阶级才2%到3 太少了 你还是无产阶级国家的首都 所以当时是这样一种想法 说起来都是些故事的 当时这个咱们是有很多 全国各地都涌现出很多苏式的建筑 对啊对啊 你像苏联 你看苏联圆建的几个展览馆 因为在北京 有一个北京展览馆 上海有一个 对不对啊 非常漂亮 对 武汉也有一个 武汉那个好像是前几年人给拆的 挺可惜的 那么很多就是这种 这种他原建的项目 有时候就会用苏联专家来设计啊 甚至还来制造施工啊 所以那种风格的东西就进来了 那你觉得苏联的这种风格 摆在咱们这儿怎么样的感觉 今天看来我就觉得它就是一个故事了 是吧 就是建政那个时代的这个 就是那种中苏关系 一种特殊的中苏关系 因为毛主席那块写了一篇文章嘛 别的师徒雷登 是吧 那么就是说要一边倒嘛 不是倒向帝国主义 就倒向这个 武汉阶级这边嘛 那就一边倒 就跟苏联是一边倒 所以苏联专家一来的时候 就是说他们在中国的这个 包括建筑领域 他们一说话 那都是很有 就有一句话嘛 叫有你三扁担 无你一扁担三 什么意思 就是说呢 这个你跟苏联专家的意见不一样了 你没有道理 打你三扁担 有道理也得扁担三 有意思 将下三原型广告之后见 咱们再看看 到了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又有十大标志性建筑 你来瞅瞅 你看这是八十年代 这是长城饭店 说当时这个赵王老师讲话 就是奇装异服 不是我讲的 说那会儿 人批评他 不接受他的时候 就玻璃幕墙了 你那会儿穿过 那个哪把裤吧 穿过呀 老不裤 大包头 没错 没错 还男的 还穿高跟鞋呢 然后老师会在门口 拿那个剪刀 来剪你的那个裤腿 对对对对 没错 那那会儿就要剪这个裤腿了 就是就说他的 说这是奇装异服 奇装异服 咱们再看下边 是老中央台老楼 八十年代 也是十大标志性建筑 你再看下边 到九十年代 其中的两个 这个是横基中心 横基中心 横基中心 九十年代 边城建筑 你再看下面 这个是金融 金融中心 金融大厦 你看这个变化 对对对 他们讲到当年 就说是中国的 这种建筑 你在北京看的 尤其明显 曾经出现过很多 这叫大 大屋顶 大屋顶 这事是个什么 是来历 其实这个大屋顶吧 说实在 它不是个准确的 建筑学的一个术语 建筑有平顶 坡顶 怎么会叫个大屋顶呢 大屋顶就是一个贬义词 就是五五年的时候 那儿批梁士臣 说他搞富屋主义 就说这种 中国式的这种屋顶 在一个新式建筑上面出现 这个是当时毛主义很不喜欢 毛主义说那是 乌龟壳王八盖 就唱乌龟壳王八盖 然后这个 那这个是当时苏联专家 他是提倡的 苏联专家一到北印来 一看 北京那个城楼就给挣住了 一看 这西志文不错 就给梁志绳就画一张图 以后新中国的建筑 就要做人像这个 这个西志文这个样子 苏联专家喜欢西志文 对 因为苏联专家那会儿是 正好是斯大林的那种 思想在影响 因为斯大林是一种民族主义的 这样一种建筑的 这样一种方针的一个提倡者 所以他们那会儿就说 把现代主义都给批了 是吧 包括把那个 不光是西方的 不光他们那个苏联本土 没帮现代主义的那些大师 都给批了 那会儿的现代主义大师 是比较惨 希特呢 说他们是 是共产党 然后 然后呢 那个斯大林就说 他们是那个资产阶级的 所以我就把他们给 欺负到美国去了 你看美国像芝加哥 那些摩天楼就从那些人 说出来了 那么苏联专家带这种想法 就来到北京一看 那就觉得要找中国的 这就是你们的民族风格 对 那会儿 那会儿梁思成呢 像梁思成是信赖主义的 这么一个提倡者 是吗 对 因为我那天看到这个 这个梁思成的儿子 这个梁宗介先生 好像还想给自己父亲辩白 梁思成当年就是最著名的故事 创造保护北京老城 就是这样 但当年他儿子想跟他解释什么呢 就说从五六十年代以来 一直有人批评我爸爸 说很多这种啊 水泥货凝土大楼上面架 这么一个中国的大屋顶 说这种样子 全国各地纷纷效仿 是我爸提倡的 但是他好像觉得这里头 还有委屈 是吧 对对对 因为这个东西呢 说实在的 当时是这个苏联专家以来 要这么做 全国又推开了 哪是说是梁思成一个人 能够推动的一事 但梁思成他当时在设计的 北京的那个 他那个梁思成方案 就是说在老城外面 盖新城的那个方案 那个新城是完全的 现代主义的设计 那么他后来为什么会 就提倡这个事情呢 就因为这些新的这些建筑 要在故宫周围来盖 那高度呢 他希望能够盖得低一点 这样不会影响 故宫周围的天际线 结果那会要盖得很高 为什么要盖高呢 他就认为这是国家的成就啊 就苏联人就说吧 苏联专家就说 因为我找了档案嘛 就说 只有盖高了 才会证明人民民主国家的成就 哦 所以这和梁思成的那种想法是完全是 现在只有盖高了 才能证明改革开放的成就 是吧 但是当时 他当时就觉得 这一下子 他的故宫周围 就是全是这种方格的 把它包围了 因为你要知道 北京的这个古城 是完全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设计 是吧 是完全的中国建筑的轮廓线 是吧 这样的话 就这些方格子 包围故宫 你想想 故宫变成一个小朋友 所以他说没有办法 他说只能就说 把这个屋顶加上去 这样一看呢 还是个中国建筑的轮廓 你看那个 从那个锦山往北看呀 军委盖那两个宿舍楼 那上面就有这个大屋顶 要没那个顶 你往北处看 往北边看整个就完蛋了 就一片平板 就一个平板的档案 然后远处再是一个古楼 所以这是个无奈之举 无奈 其实对不起 我想讲 就是说像我们在做城市建设的时候 像您知道巴黎 它不是就有新城区跟旧城区 它旧城区 它就规定你的楼 不可以盖超过多高以上 所以它保持 您刚才提到那个天际线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天际线也是一个城市的一个风景线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么 想把整个老城都改造掉 我就很留恋 你说这个巴黎 我就很留恋 我记得在巴黎天天看夕阳 我在巴黎待两个星期 坐在任何一个街边 咖啡厅 这就是天际线的好处 就是你能看到夕阳 现在咱们的城市 你说你能 你能见着夕阳吗 巴黎那会儿就是 你得登高 登高 你得登高 巴黎有几个地方是登高的 就有一处登高的 就是犯错误的地方 就蒙巴纳斯的高塔 就在那个 你在那个哪 在那个 那个阿弗陀塔一看 就是 古城区里面出 就冒出一个头 就那个是巴黎一个败比 在六十年代的时候 那彭匹路总统 就想把整个巴黎重新改造了 就把 你看那个谁 那个戴安娜王菲 怎么给撞死的呀 就是塞拉河两边的那个 他把那个高速路 给引进去的话 就撞死在那里 哦 塞拉河王菲的死 他要不认 对 是啊 就那会儿 那个彭匹路 就想这么来干 然后呢 就是盖高楼 高速路 就跟在国内的很多城市 看了那个样子 后来他死了嘛 所以说很多人就说 幸亏他死了 巴黎得救了 所以那 摩曼拉斯高塔 就是他做的 但是啊 你还得想到 我觉得王老师 还有一个角度啊 就是中国跟巴黎 当然不能比 他不是一个地方 就从一个数字 你就可以感觉到 说是建国初期的时候 咱们的这个城市人口 是才占到11% 你讲 哦 是这样子 整个就是说 这个中国的城市 化绿呢 就是说这个 就是在城市里面的人口 处于整个国家的人口 1949年的时候 是11.2% 这是什么概念呢 就说 我算了算 那个时候 中国人和多少 叫毛主席的 那个贺流亚子 是吧 就是那个百年 魔怪五天仙 人民五亿 不团言 那会五亿 五亿市 五亿市人口 然后五亿市人口 你乘以11.2% 6000多万 6000多万 6000多万是什么概念呢 你就咱们现在 北京市的这个 藏住人口 就是1600万了 所以你 就是这四个 值加价 加起来也差不多了 到今天呢 今天呢是前几天 他们刚刚公布的去年的数据 是这个 六亿多一点点 就是说呢 是到达了 城市化率到达了 45.7% 哎呦 这还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事 所以我一说呢 就我那天变老来说 说来谈这个事情 说城市五 六十年的这么一个变化 我当偷一个老大瓜 想起来了 我一说这真是这个 在人类历史上是 规模最大的一次 城市化 我前 我去年看的那个 美国的那个 新闻周刊 是吧 他也说这个 从农村进入城市的 中国的这些人口 是一亿三 是超过了 美国在工业化时期 从欧洲进入 美国的这个人口的三倍 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那这个数字 还是比较旧的一个数字 那么你真正算一算 就说这三十年 是吧 刚才是讲的 还四九年和现在 对 那么在一九七八年的时候 在城市里面的人口是多少呢 是一亿七 我们现在是六亿多了 就增加了四亿多 所以这是人类 是最大规模的一次成果 而且就等于说 一大半的城市人口增加 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 对 所以你看那个 属于那个美国的 那个经济学家吗 是 那个 就拿诺板奖的那老兄 他说了一句话 就说这个 就改变人类 二十一世纪 改变人类两件事 一件事是新技术 它互联网这些东西 另外一个事 就是中国的城市化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中国这么高速的城市化 前年的时候 就人类的一半的人口 进入城市了 就这是个了不起的事啊 就百分之五十的 人类的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多 是进入城市了 那么这就和中国这三十多年 这种高速的城市化 是有关系的 所以 那就是为什么 咱得一直盖高楼了 是不是这个原因 这个怎么说呢 就像香港一样 因为人口越来越多 全部挤到城市里面 没地方住了呀 你要看 我有建议官媒 我要改变你的一个想法 你哪天我要惩罚你 惩罚你到那个 路牙口去走走路 路家嘴 对 到浦东去走走路 你到那外滩去 你一看 这就像香港那样 是吧 路牙嘴那个楼 那起来 那你走进去看嘛 还是很不一样的 普通跟香港 太宽太高 不不太宽 然后呢 社区都有围墙 你要买杯水 都得开车的 它的它的密度 你表面上看 好像是密度很高的 但你进去之后 它楼和楼离得很远的 这是一个问题 你想你比比咱们台北 多方便呢 台北是没有什么高楼 下楼就吃牛肉面的 香香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说到中国这个城市化 在进城啊 王尔你好像说 刚才说起一个1998年 对 朱镕基需要特别重视一下 那当然 我觉得这个98年是 在中国历史上 是一个应该是 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 就是因为 那一年 我可以把我的家买下来 以前我的家是我们单位的 对 你觉得我们那个时候 单位要分房子的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就是98年实行 98年的住房室友化 就进行了全国的房改 把工房向个人出售 当时遇到的情况 就是亚洲金融危机 97年爆发了 那么中国呢 就说这个出口的这个市场 就出现了问题 越来越像我们这世子一样 所以需要把内需给拉动 怎么拉动呢 其实拉内需最好的方式 就是城市化 就搞城市建设 你想想盖一个房子 能够带来多少的需求 你刚才水泥 你盖好 你还得买一个什么家具吧 还得买个电视吧 对 什么什么都给你拿起来了 所以当时呢 我就觉得这个事实际上是非常 今天看来就中国的经济软着怒 是吧 然后呢 在那之后 由于市场市场的这种 就是说把这个房地产市场建立起来 自由的买卖房屋 嗯 然后呢 就是把中国的内需 一直一直拿 那带来的大概有十年左右 是两位数的增长 而且人的生活状态 其实这事很关键 它不一样 你过去得求这厂长啊 因为这房子是他决定分不分给你们家呀 你就很 就很多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爸妈妈他们那个工厂 很多人到房管科去闹 而且呢 什么时候 我们我原来在广东电台工作过 我记得还出过那么一事 工会啊 还不是 房管科在黑板上写 就说没结婚的 赶快结婚 要分房子 因为你结了婚 拿结婚证 你才有资格 参加分房子 让年轻人赶快去结婚 你看 他就讲啊 你房子一旦是自己买下来 就自己决定了 自由就在这个屋檐底下 开始生长 我觉得这话说的很好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我就说 因为跟很多这些国外的朋友来交流 我就说你们要看看这个事情 是吧 我说呢 这个98年 我认为是中国的人权 进步的一个很关键的一年 就说呢 这个我 我真的就是我的 我的自由在我的屋檐下 开始成长 当你会看到 就是中国人 在那之后 一直在维权维权 是吧 好像看问题很多很多 但从这边来看 就是说 通过大家十多年的维权 有了物权法 你还可以说物权法 还不够完善 但它已经有了 我们再把它给做好 我觉得中国 因为它是在转型过程当中 它很多东西 要一步一步来做 没错 我就觉得在这些 我就觉得 我很感动的 就说呢 就说 这十年的这种 因为我当记者 有很多老百姓 他要我一群来找我 所以我看到 就是中国的这些 老百姓一直在起座 没有 事实上没有一个认为 我以为它 它是中国的制度变化 什么关系的 我当记者登下